來 阿伯 對 應該 Hello 對 應該就是 我們這四位裡面我是年紀最大的 所以記得我叫阿伯就好 好 Hello 欸 阿可以換下音樂嗎 還是這個 喔 要打開喔 哇 那個科技產品找人家 不太貴 好 我是阿伯 那我因為名字是Dil 那我其實現在是一個平面設計師 那我同時也是Youtuber 那是跟我的朋友一起開頻道 那我另外一個頻道也有在教AI 所以大家對AI有興趣的話 不是那個機器人的AI 是那個畫作的AI 一拉一拉一拉 對 那我同時也是 Facebook的內容創作者 那我在Facebook上有做這樣子的作品 同時我是有寫文章 那我也有做一份 在四月份發出去的一份圖文 叫告別你給我走自己的路 在你的時區裡永遠都準時 那有大家看過這篇圖文的嗎 有欸 好棒喔 乖 沒有啦 就是 其實會看到這篇圖文的人 我覺得大部分的狀態就是 不確定現在自己要做什麼 以及你會跟身邊的人比較說 我是不是落後你了 那我現在這個年紀 然後可能大學才剛畢業 然後我是不是 少人家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才會被分享到 看到之後 就覺得可能會有點感覺 好 其實我從小是出生在菜市場 這是菜型亞的小孩嘛 我小時候就是玩噴熟嘛 那些菜市場那些很辣的東西 但我其實要非常早就要出門 然後跟我爸媽一起去菜場賣菜 那我爸媽他們其實 教育程度不是非常的高 只有國小畢業而已 所以他們的生活周章呢 都是一些可能念書沒有那麼好的人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念書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要好好念書 以後才會有個好的工作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教我的 所以我曾經也非常非常的認同這件事情 就覺得說 我要好好念書啊 考試都要考一百分啊 然後才可以有好的工作這樣子 可是 國中的時候雖然成績非常好 但我到高中的時候因為 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 就沒有在認真念書了 所以 所以 爸媽 我大學考爛了 所以我爸媽對我來說其實非常 非常的失望 就是 啊我那麼辛苦 然後養你養到大年 不是不會念書 那 再一次過的認真格 是我在2016年的時候 終於考上了研究所 然後還是考北科 然後北科就是以前台北工專 台北工專在爸媽眼裡就是 喔好學校 這個出來就是 啊很好啊 未來就會有好工作 符合我的期待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然後我進了研究所之後 就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呢 因為 研究所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做 別人要你做的事情 老師跟你說 這份paper拿去看 下禮拜來跟我meeting 然後這個學長姐 叫你做一堆 有沒有事 大家都點頭 對這些就是 不過研究所的人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研究所的環境 我去研究所是為了想要學我想學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修學 跨出去看看說 喔我是私立學校畢業的 然後我博力的 也就是我沒有畢業 我看看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修學之後有沒有真的更自在呢 其實也沒有 修學後自來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焦慮不安全感 因為 你從小到大 是一條非常明確的路 國中畢業上高中 高中畢業上大學 大學畢業考個研究所 研究所畢業之後找個好工作 看似非常非常順的一條路 我突然離開這條路的時候覺得說 我到底應該往什麼樣的方向去 我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就像剛剛說的 學校的話 你在學校裡面很有可能感覺上就是 在走一條看得到的路 你把學校的畢業學完 畢業學分修完 不用數修 然後畢業了之後 畢業了之後開始找一份工作 穩穩的到了你退休生小孩 然後之後你的人生好像就是這樣 好像一看就可以知道說 你的人生要怎麼過穩的 但我修學到這樣的感覺 是我踏入了一片 沒有人走過我的森林 我身邊的朋友沒有人修學 所以我在我身邊的朋友裡面就是 怪咖 就想要覺得說 這個人怎麼會修學 但修學之後我開始 嘗試很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讀的是設計研究所 所以我想要去學設計 那我在設計就快出出碰壁 因為大家不要非本科生 他們跟我說為什麼你不好好把研究所念完 為什麼不把書念完 可是還好那個時候實習的公司願意留我 讓我繼續在公司裡面做非常多的嘗試 我做了一份男人包 然後我也在幫公司做了教學的影片 那我也很幸運的 在今年的二月的時候遇到迷雀 然後我們也一起開一個頻道 叫靠北蝦蜜 那我自己在AI上也有做教學 可是休學之後雖然有工作了 然後我也嘗試了很多的事情 但我還是感覺到迷惘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接下來要幹嘛 那這樣子要怎麼做呢 我們身邊甚至在場的大家一定都會覺得說 我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沒有這件事情之後 我到底應該做什麼 什麼事情是真的讓我願意喜歡下去做的 所以我做的這篇文章是 暫點失去一切都準時 它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不需要去跟你身邊的朋友做比較 因為你們的身家背景不一樣 你有你的爸媽 你有你的親戚 你有你的兄弟姐妹 你家有你的資源 別人家有別人家的資源 別人家的爸媽可以一下子拿兩千萬給他出來創業 但你家的爸媽可能不行 甚至你可能要照顧你爸媽的一些 生活所需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跟別人比較的話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落後了 好像怎麼樣比都比不完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去做比較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回歸到我們自己本身 看看我們自己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到底應該還要做什麼 有三個步驟可以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是你可以往外找 當你覺得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自己覺得迷惘的時候呢 你第一件事情可以跨出你的舒適圈 就是跨出去去嘗試所有任何你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不光不要只放在你想做的事情 我們想做事情太多了 但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那些 你要去關注說你現在這個當下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去做 你可能可以去看很多書 可能可以去環島 可能可以去爬山 這些是你做得到的事情 大量的去做你原本沒有做的事情 之後呢 再來就是往內找 在這些事情裡面去找到一些 讓你感覺非常興奮 非常有熱情的事情 這些事情有可能就是會 讓你覺得說我願意三天不睡覺 然後把這件事情搞起來 然後這件事情的背後一定有一個你的初衷 那你的初衷是什麼呢 在第三步就是要找到這個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的結構是我想要貢獻 這個貢獻是你做出來的事情 對別人做的事情 這樣他們就會受到影響 影響就是好的影響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這一生當中 做任何事情的初衷 找到這個初衷之後 你做任何事情都會非常的有方向 非常的開心非常的快樂 這樣直接講可能大家沒有感覺 但我舉幾個例子 猜一下這個是誰的為什麼 我想要讓大家喜歡英文 這樣大家就會學好英文 阿迪齁 那下一個人是 我想要帶動一個新的政治文化 這樣大家就會有信心 一集改編成真 誰的 OK 那這是我朋友的為什麼 他們想要 我朋友是個業務 他想把別人放在心上 這樣別人才會把身旁的人也放在心上 所以他在當業務的時候非常開心 非常的 知道自己當下在做些什麼 那我曾經做了這一篇圖文之後 網路上整個翻紅 然後大量的被轉分享 大量的機會來找我 有中國的機會 有歐洲的機會 有歐洲的社區公司 想要找我去面試 因為他覺得說 我做的這份作品還蠻好的 他們公司想要這樣子的視覺 然後問我可不可以到他們公司去 算是實習 然後兼工作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說好像 全世界都在關注我 好像 我發的東西大家都會想看 好像 有了這份作品之後 我就廢話騰達了 但是 事實上其實不是這樣子 大概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發了一篇文 他的戰術大概就只有 十二 對 心情的落差非常大 我才發現說 其實我 迷思我自己的為什麼 我 因為突然的 有太多的人關注我 然後 突然的太興奮 我忘記了我自己當初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 在五月 六月 七月一直到今天 我不斷的再往回 去思考說 我到底為什麼 當初要做這份圖文 這份圖文帶給大家 這麼多的影響 給大家有勇氣 去面對現在的生活 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為什麼之後 終於找到自己的為什麼是 我想要消解別人的焦慮和疑惑 這樣子 他們就有勇氣 去成為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 我們 也有時候也許會感到害怕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被爸媽 照顧得非常好 你不要碰這個 你不要碰那個 你應該去念書 你應該做什麼 所以我們 當到真正獨立的時候 我們會感到害怕 因為我們不敢為自己做主 那我們也許有時候會 一時找不到方向 因為有太多人 告訴我們 你應該做什麼 你應該念書 你應該考個醫生 考個律師 考公務員 有個好收入 但那個不一定是我們內心中 真正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找不到方向 再來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失去耐心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當下呢 你想要任何的東西都可以馬上得到 你想要電披薩來 打個電話就會有披薩來 你想要交女朋友 然後你下載一個APP 然後刷一下 然後覺得這女生不錯 然後她覺得不錯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了 之類的 因為我們的環境太快太快的告訴我們說 馬上就可以到滿足 所以我們沒有耐心 所以其實跟大家說 你只要重新的找到你的初衷 找到你做每一件事情的熱情 找到你的為什麼 就是你要為別人產生貢獻 然後為他人帶來正向的影響 找到這件事情之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知道說 你接下來的質疑要做什麼 你接下來的方向會在哪裡 所以如果你覺得想休學的話 看看我 我就是休學 對我曾經焦慮了一整個半年 然後嘗試了非常多事情 碰了非常多的壁 但我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你真的不用害怕偏離常軌 因為有時候這個是最好的選擇 那休學之後 曾經我們的世界小到好像一眼看得見 但你真正踏出來的時候 才會知道原來世界真的非常大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